春节 报喜 牛年 纳福 我们现在继续请教 连生活佛恩 龙圣燕 为我们开示 怎么能够建设我们心灵上面的财富 如果我们去赢财神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消月账 增福会以后 再来赢财神 效果会更好呢 因为很多人的运气 并不是说每个人赢了财神以后 他就是财神是真的会到我们家 但是财神会降临到你家 当然第一个 这个就是有希望 第二个 你如果命中根本没有财运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一点 有很多人 他的业障很重 他是会破财的 或者他的失业印不好 或者他命中本来就是很穷困的 这怎么办呢 在我们佛法来讲 是有方法的 我们有三种方法 一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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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叫做行菩提 一个叫做就近菩提 在佛教里面有这三种 你发现过去所做的 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不要再做 那么现在呢 所要得到的福 你必须要行善布施 精进地去做 精进地去做 第一个 要自他平等 人都是平等的 第二个 你必须要懂得 这个就是一种 发出的 这个善念 因为你发出了这种善念 才能够招财纳福 第三个方法 要行六度法 也就是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用种种的方法 来改变你自己的不好的命运 这个才能够招财纳福 所以为什么佛法教我们 自他富泛 常常要为他人想 不为自己想 牺牲自己 去利益他人 这个是佛法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我们特别想知道 您今年或者是最近 有哪些社会 这种公益的项目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的 那么卢森院布施基金会 它首先 它是照顾 我们弱势团体的 身体的健康 另外还照顾 另外还照顾 弱势团体的教育 另外还帮助一些比较 智障的人 能够有社会的适应力 社会的适应力 那么在金钱的应用方面 我们在2020年 花费了将近200万美金 哇 200万美金 那么同样的 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发放了很多很多的口罩 很多很多的口罩 另外医生医疗的 他的医疗的用品 甚至于买了很多的防护衣 给所有的医生跟护士 另外也有临时的战盆 作为医疗所 临时的很多的战盆都有的 那我们卢生院布施基金会 就做了 在2020年 做了这些事情 当然2021年 我们也是准备了 差不多200万美元的基金 将来要在2021年 继续做我们布施的这种工作 还有我知道您每天 还会坚持写作 还会坚持作画 修法 那50年如一日 让我们感觉 像这种坚韧的这种毅力 您是怎么能够做到的 主要是 这个上师加持 本尊加持 护法加持 有这个佛菩萨的力量在身上 就能够很精进的 坚忍不拔的 继续一直做下去 那我写书呢 也写了283册 我自己不但是写作 我也画画 我自己本身也是画画 那我从50岁开始画画 那每天是一幅画 也是一样不断的 现在的这个出版的书啊 那个后面都是我自己本身的画画 我的画画就放在这个自己的书上 最新要出版的 它的后面就是我画的 额眉金顶 看下去的佛光 那么现在我们恭请 连生活佛卢盛宴呢 给我们赐福一个金句好吗 我们期望这个新的一年 2021年 带来了美丽的曙光 让这个美丽的曙光呢 让我们能够过着光明的生活 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快乐 跟如意吉祥 有健康的身体 有非凡的事业 让所有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